花莲市公所举办的购物马拉松活动 收到了1000多张的摸彩券 17号下午3点举办了公开直播抽奖 最大奖iPhone 12手机是由台北市一位徐先生抽中 而市长在加码抽出的iPad Air 则是由花莲吉安的一位小姐得到了 市公所提醒中奖民众 在12月28号前要完成对奖的手续 为了让来自全国各地到花莲 参加太平洋纵谷马拉松的游客 都可以在花莲踊跃消费 花莲市公所在马拉松活动期间 举办了购物马拉松的活动 只要在花莲市商圈内消费满额 就可以参加摸彩 最大奖是iPhone 12手机 还有Switch游戏机 这次活动募集到上千张的摸彩券 12月17号下午3点钟 透过网络直播公开抽奖 在行政室主任见证下 各个奖项一一抽出 而最大奖iPhone 12手机 则是由台北市一位徐先生独得 市长还亲自拨打电话祝贺他 喂 徐大哥 我是花莲市长魏嘉贤 你有参加我们一个购物马拉松 花莲观光好轻松对不对 是 恭喜你抽中一个大奖 iPhone 12 来我们去小朋友掌声恭喜一下 你先看我们脸书上 花莲市公所脸书上的直播啦 他里面里面那个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们就重抽了 没有恭喜你啦 后面会有相关的人会再继续跟你联络 恭喜你中大奖 欢迎再来花莲玩 接下来市长加玛再抽出了一台iPad Air 这一次是由简安香的冯小姐得到大奖 现场功课升不断 而市长魏嘉贤表示 结合运动赛事推出消费抽奖活动 希望可以刺激在地消费来带动商圈活络 那我们这次马拉松购物活动 也是搭配我们太平洋重谷马拉松的系列活动 那也是结合商圈的一个消费行为 那我们当然知道 这一次参加马拉松的人数高达8000人 那来到花莲观光客也将近4000多人 那我们希望说这些观光客的朋友都能够在地消费 那有别于以往 我们把这些实质上面的一个活动上面的一个经费 转化成来消费购物 它即可抽到一些好奖跟好礼 让所有来到花莲观光客可以有更深刻的印象 除了跑马拉松之外 也一样购物马拉松 让每个人跑得开心买得开心 让到花莲的每一个朋友都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 那我们希望未来花莲施工所后 有更多的活动 也欢迎全省各地 全国各地的好朋友都能够来花莲 继续旅游 继续采买 继续参加我们的活动 施工所提醒所有中奖人 在12月28号前要完全领奖 否则会适从放弃 而市长渭嘉贤表示 2020年各项活动赛事一一圆满结束 明年度还会再举办各项精彩有趣的活动 也欢迎广大乡亲踊跃参加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